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分享 職人吹嘴,剛才和大家說過 今天買了兩隻雞,為什麼買兩隻呢? 買兩隻便宜一點點,我收工和師奶一樣 買多一點便宜一點,這些是冰鮮雞 我剛才買了兩隻,一隻拆骨起肉,備用 另外一隻又做了豉油雞 今天和大家分享豉油雞的拆骨起肉法 如何為之拆骨起肉法呢? 很多海南雞飯都會做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豉油雞的起肉的流程 這隻雞,我也是用豉油汁,低溫慢煮,浸熟的 大約浸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留一點豉油汁,煮了它 待會放一些玫瑰露,混合上去 第一個步驟是,在豉油的手上放一刀 先打開兩份 先打開兩份 把一條脊骨拿出來 拿開它 然後半隻雞放在這裡 等下 好兄兄兄,為何這雞會變深色 我老雞是深色一點的,因為我用頭抽的 放一隻雞翼,雞翼,放一邊 在这个位置,鸡腿就转了 转到这里,整只鸡腿翻出来 在这边,在这个位置煮一刀 在这个位置放一刀,在这个位置放一刀,然后按住它,按住它,按住这里,拉,整个鸡胸,拉出来 鸡腿要如何处理呢?先斩鸡腿骨,然后在鸡腿尾部拖一刀,然后拾住这里,拖一刀 然后在鸡中间关节位置放一刀,然后拖开它 然后把鸡腿切成鸡腿,然后把鸡腿切成鸡腿切成鸡腿 这边也是一样 另外这边也是一样 把鸡腿切成鸡腿,然后把鸡腿切成鸡腿切成鸡腿 再放在鸡胸上,再按一刀 按一刀,在鸡胸上,再按一刀 按一刀,再按一刀 按一刀,再按一刀 按一刀,把鸡胸拿出來 處理鸡胸後,還有一隻雞腿 長大小,再按一刀,在鸡胸上 切開給大家看,切開鸡胸 一刀薑,這刀薑 一刀薑,這刀薑 一刀薑,然後切開 再把骨頭抽出來 還有一條很小的短骨 把骨頭抽出來 把雞腿放進去 先把雞胸切成雞胸 把雞胸切成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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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可以装饰 把所有鸡汁倒入 所有鸡汁都完成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